来关心中国新闻 17号是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93周年诞辰纪念日 赵紫阳生前的朋友同事聚集在一起 缅怀当年赵紫阳在四川任职期间的种种事迹 一些人士呼吁中共高层此时要知反思 周三早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故居 聚集了不少赵先生生前的同事和朋友 赵的女婿王志华17号向新常人表示 虽然当局仍然派人站岗 但行事比以往感觉轻松一些 杜岛正等各界人士前往都没有受到阻挠 前一天中午四川成都的湿地农民 房屋遭强拆的百姓 八九民主运动参与者 六四血案见证者及七十年代末文革经历者 和少数外地人士等三十多人 聚集在成都市区内一家茶馆 他们回忆自己所经历的年代 和赵紫阳在四川工作时的所见所闻 王志华也表示 六四是重大的历史事件 当局做的不对就要承认改正错误 并重视百姓所缅怀的是赵的施政方针 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指出 赵紫阳在临终时又做了反思 中国要真正有希望 必须政治体制改革走向多党制 也使百姓特别怀念它 新常人记者梁欣金童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